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給大家帶來調適盤的軟糖石丸 那這款石丸呢 我們可以自己動手調出自己喜歡的顏色 而且還可以做出各種各樣形狀的軟糖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的材料包 這是模具 上面有各種各樣的圖案 這是綠色的軟糖粉末 這裡面還有紅色黃色和藍色三包用來調色的粉末 那它們分別有不同的味道 然後這是用來調色的吸管還有盤子 這個模具裡面有鳥的形狀 還有花的形狀 還有蝴蝶的形狀 還有小鹿的形狀 然後這是用來攪拌的叉子 首先我們又用到這一包綠色的軟糖粉末 把它加到這個帶有新型符號的格子裡 就像這樣子 然後再用叉子把它鋪平 那我們還可以敲打幾下 讓它變得更平整 接下來我們又用到這三包調式的粉末 首先是把水加到刻度線的位置 在第一個格子倒入黃色的粉末 黃色的是檸檬口味的 然後再用叉子攪拌一下 然後再用叉子攪拌一下 最下面的這個地方是用來清洗的 接著在第二個格子倒入紅色的粉末 這是葡萄口味的 再用叉子輕輕的攪拌一下 那同樣用叉子攪拌一下 第三個格子倒入的是藍色的粉末 這是蘇打口味的 再用叉子輕輕的攪拌一下 那調適盤的三種基本顏色就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用到的是這個吸管 然後按照包裝上面的這個調適方法 調出不同的顏色 黃色和紅色可以調出橙色 藍色和紅色可以調出紫色 黃色和藍色可以調出綠色 橙色加一點清水就變成了淡橙色 黃色再加一點清水變成了淡黃色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製作淡藍色 還有粉紅色 還有淡綠色 這樣子我們的顏色就調好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鮮艷呢 接下來我們又用到這些模具 我們把這個模具插到軟糖的粉末上面 然後再用吸管把不同顏色的水加上去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把花化成了粉紅色 然後底下的葉子用了綠色 那這樣子花化成了軟糖的顏色就調好了 接下來是葉子軟糖 我們在翅膀加了藍色 然後在頭加了紅色 身體我們用淡藍色來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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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用的是黃色 那這是什麼葉子呢 那你們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顏色 加上去唷 這樣子的葉子的軟糖也做好了 接下來是蝴蝶的軟糖 蝴蝶的翅膀我們用了黃色還有紅色 然後再加兩點藍色的花紋 最後是這隻小鹿 我們給小鹿的耳朵加了粉紅色 然後身體用的是淡黃色 我們還加了黃色藍色還有綠色 來點綴這隻小花鹿 那這樣子看起來 這隻鹿就有各種各樣的顏色了 那在做的時候 水記得要慢慢的加 這樣子我們的小花鹿軟糖也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牙籤 輕輕的把裡面的軟糖取出來 全 chill 軟糖全部都取出來了 我們做的這個軟糖是不是非常好看呢 而且这里面的味道有葡萄、柠檬还有苏打 让我们一起来尝一下这个软糖吧 大家也一起来动手制作自己的调试盘软糖 更多更好玩的日本食玩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